男儿何不带乌沟 受取观山五十州 请君赞上灵烟阁 若个书生 万户侯 欢迎来到老郭讲故事 有请老郭 大家好 又开始聊天了 咱们这个节目啊 每期开场还都说这么几句诗 这个呢 过去茶馆说书是老有这个 因为一开始 观众喝茶聊天啊 先生上台开始说 这底下乱哄哄的 就没法听过 念这么几句定场诗 配合着醒目 起到压言的作用 告诉大家开书了 那么定场诗有没有规矩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规矩 有时候念这几句呢 跟书的内容勾着 就是这个书的总结性的诗句 有的时候就是 打游诗啊 要不来两句顺口溜 反正一人一习惯 这个有的老先生说书 往这一溯 那眼睛一看 底下乱哄哄的 先生聪明啊 他也不念定场诗啊 反也张嘴 有那个眼尖的观众 就纳门 先生说什么呢 别聊天了 咱们听听吧 这二话大伙呢 就都注意了 安静了 其实先生没说话 有可能嘴里嚼堂 要说起来这个诗啊 你看咱们这个节目 这么多气了啊 也说了不少了 其中不少名家名作 有正经的唐诗 提到诗就离不开唐朝 唐朝是诗的国度 据不完全统计 唐朝流传至今的诗 总共有五万多首 当然了 这也不算多 人家乾隆一人写了四万多首啊 单凭一己之力 单挑大当 可说回来 这诗不是比量多了东西 您看咱背了那个唐诗三白首 那都是传世的名片 能入选的那都是唐朝诗谈里边 响当当的人物 您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诗仙李白 李白斗酒诗播片 除此之外 什么诗圣杜甫 诗魔白居易 诗王谢逊 这一听就是个金毛 反正有名的诗人 都有自己的绰号 其实这都是后人 根据诗人做诗的风格 以生的经历和历史地位 追加的封号 您比如说 有一位大诗人叫贾导 他这一生穷着都不行了 年轻时候就穷 吃不上饭怎么办呢 出嫁当和尚 写了一句 鸟肃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就是这个推敲一词的由来 贾导一生贫苦又爱写诗 所以后人称他为诗奴 也都成了诗的奴隶了 在这个众多的诗人当中 有一位值得一提 就是李赫 李赫自长吉 公元790年 出生在河南福昌县 昌古乡 就是今天洛阳 一阳县 这个李赫这个绰号有意思 叫诗鬼 您听的有意思吧 有人说这不算尊称 也不好听 你要这么形容他 其实是不为过 李赫写诗 爱写个神仙鬼怪题材 风格是空灵诡异建常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诗 苏小小木 幽兰路如提眼 五五皆同信 雁花不堪见 草如荫松如盖 风味上水煤配 油笔彻西香盖 冷翠竹捞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苏小小是谁呢 六朝时候南齐 前堂的著名歌迹 因为遇见了一位 附加公子叫阮玉 二人两情相悦 死定终生 但这个歌迹的身份 是没有逃过世俗的偏见 被阮玉的父亲 棒打鸳鸯之后 苏小小一病不起 后来呢 又资助了一个穷苦书生 叫鲍仁 据说这鲍仁 跟阮玉颇为相似 鲍仁呢 也没有辜负苏小小的期望 考取功名做大官 在回来的时候 苏小小因病失事 死的时候二十岁 红颜拨命啊 鲍仁呢 就按照苏小小的愿望 把他就葬在了西陵桥边 这字叫木财亭 就是现在杭州西湖 西陵桥畔 苏小小这首诗里面 没提鬼字 也没说什么坟地墓碑 可是您听 就觉得凉色色 无物皆同心 烟花不堪见 已就身死为鬼了 还想着和心爱之恩同心 这首诗呢 就是李鹤给苏小小办了一个明界婚礼 油壁车冷脆烛 油壁做花椒 鬼火做红烛 可终究也是一场幻想 说两句题外话 苏小小的故事呢 在戏曲里边呢 地方戏居多啊 和这个黄梅戏啊 乐剧都唱 其实早年间啊 平剧里边有一出戏 就是苏小小 那个戏里的苏小小也死了 但是死而复生 遇见了判官 然后让他又还扬 我小的时候 80年代唱戏 苏小小这个戏 那时候我们爱唱 因为它是个大型的喜剧 艺人很聪明 那么背着题材 用一个喜剧的手法表现出来 非常有意思 这说的是李赫 这个李赫这个人呢 对作品当中的用字啊 是毫不避讳 您比如说中国人对死的老啊 这些字眼忌讳 他呢不忌讳 还爱说 他流传这二百多首诗 提死了 提了二两回 提老提了五十多回 就因为这个 后人称呼他诗鬼 据说呀 李赫长得不好看 大诗人李商隐说 说李赫体型细瘦 通眉长找 通眉 这俩眉眉通着连着 别看这么丑 他还沾点李唐宗室的血腿 据说出身大政王房 这大政王啊 叫李亮 是唐高祖李渊的叔叔 你看这玩意 你别看是李姓子孙的 等到了李赫的父亲 李进肃这辈呢 其实已经夹到中落 即便如此 李赫见谁 都是我们家名门望族 皇室血统 他跟刘备有相同的爱好 自称 唐朱王孙 李长吉 这个时候 有点皇宗血统 也不足为奇 感兴趣您搜索 李白杜甫 李赫 都有皇宗血统 而且沾亲戚 李赫管杜甫得叫大爷 当然了 你看他白叫大爷了这么困难 大爷也没帮沉帮沉 新唐书里边记载李赫 七岁做诗写文章 格外擅长 吉书 吉书就是快 这个所以说 李赫有了神童的美丽 厉害了 刻苦这个人 平时除了看书 最大的爱好 墓地里边 抄人家的墓碑去 琢磨人家的墓志明 你说这是了不起的人 再大一点了 李赫骑着毛驴出去 驴脖子下边挂着锦囊 一路走 一路看 采风 一旦想到好的诗句 有灵感 就记录下来 随手 放个驴脖子 下边的锦囊里 晚上回家 再整理成诗 可以说是废心忘事 李赫不觉得什么 当妈的心疼吗 看儿子这 说诗儿要当欧处心乃 儿吉儿 意思我的儿啊 你得累着啊 把你那五脏六腹 全吐出来算难倒 这欧心力学啊 那咱说从小就是个天才少年 而且这么刻苦 可以说是名声在外 你看写那个 燕门太守那个 那首诗 放在中学课本里 好像还有呢 黑云压城城绿催 甲光向日金灵开 这首诗几经辗转 就传到了韩瑜的手里 韩瑜看 噢 燕门太守行 哎呦 太棒了写的啊 拍干叫绝啊 谁写的 说叫李赫 当地很有名 韩瑜说这个是个人才啊 这咱们得见见 见见吧 咱们去 当年这是市委书记的身份 韩瑜带着自己的学生啊 叫黄斧石 这俩人 问李赫老家一阳县 这俩人来也没通知地方官 脱脱摸摸的来了 骑着高头大马 穿着棺袍 身后随从摆明 好当当 老百姓好热闹 呦这是谁呀 这是啊 人群当中 李赫也看 李赫长得比较奇特 韩瑜一眼 看着他 一类丝惊 说小伙子啊 跟你打听打听 你们这有个叫李赫了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是河南洛阳啊 啊 李赫乐了啊 我就是 你找我干啥的啊 高兴了啊 韩瑜俩人就介绍吧 我们是谁是谁 来问你 这首诗 燕门太受刑 是你写的吗 是 韩瑜制作压话 怎么呢 哎呀 这种长得太寒碜了 老祖宗教导我们说 不可以貌取人 但这种这个貌 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嗯 这个 跟皇甫一商量 既然都来了 测测他吧 看看实例 找你来做诗吧 好嘞 执笔莫艳端过来 李赫提笔就写 这诗叫高宣过 韩瑜制作大摩 因为这个诗写的好 马屁拍的光光想 诗里边说 韩瑜和皇甫这俩人 一个是东京才子 一个是文章巨公 韩瑜很满意 小华杂 你这么大能力 不能窝在这儿 你准备准备 参加科举 一路上的食宿 我包了 李赫也高兴呢 归去叫老师 说我呀 想去 但是呢 家父去年去世 按大唐的律法 我得守校三年 韩瑜说没事 安心守校 把功课巩固巩固 争取将来 直接考中 韩瑜回去了 俩人还有书信往来 并且 李赫写的什么好诗词 都寄给韩瑜 韩瑜在文人圈里边 一传播 好 李赫的名声就大了 人们一到京城 诗已经火遍天下 你看咱们熟知了 天若有情 天一老 雄鸡一生 天下白 都是这段时间写 那本以为 凭谢才华 来自农村的小镇 做题家李赫 能够高歌猛进 人生巅峰 可是 谁也想不到 天是地里人和 都占权的李赫 败在亲爹手里边 怎么回事呢 这个李赫呀 确实不负重 洛阳举行的河南府市 他是第一名 年底就能到京城 参加客举 别说一阳县 洛阳都轰动 但是 木秀鱼林 风比摧之 李赫这个天才少年 少年成名 还有韩瑜照 您佛们得有 多数人看得不顺眼 关键大伙 他那第一名 河南府市 提就是韩瑜出的呀 那怎么办呢 这次在进京考试之前 就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有人问了 给哪举报 感觉是有关部门吧 说这个李赫的父亲 咱前文提了 叫李进肃 进肃 说这俩字 谐音 进士 这就犯了附会 作为李进肃的儿子 应当避讳 就不能参加考试 你说这玩意 哪说理去 有关部门就信 取消理科考试资格 而且说你这辈子 不能参加考试 除非你把你爸爸叫起来 改个名 听到这个消息呢 韩瑜也很生气 你说这个玩意 怎么办呢 上下给他活动 写了一篇文章 叫汇变 里边就说 人家爹叫李进肃 不能考进士 人家爹叫李仁 是不是不能当人呢 这个呢 他试图在舆论上 扳回一程 结果这事没办成 李赫很受打击 就回老家了 这种打击 是可以让一个人 一蹶不振 包括韩瑜 也没念 结果脱关系 给李赫找了一份工作 叫凤里郎 官不大 贵在清闲 最重要的呢 还有编制 可这个玩意 你有编制没学历啊 这个仕途刚开始就结束 在此期间 李赫也接触了官场 这些个他看不惯的事 写了不少 真贬实弊的诗 勉勉强强 干了三年 称并辞职 回老家之后 也不能闲着呀 中间去了趟南方 挪求发展 也没什么出路 这时候有好朋友 就劝他 说老话说得好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不行 您弃文从武 他还想 可以啊 哎 投笔从容 到这个昭义军中 做了幕僚 属于文职工作 一开始啊 自信满满 你看咱们写的那诗 男儿何不带乌钩 受去观山 五十周 这乌钩 就是春秋时期 一种青铜刀 长得像一条肋骨 但是在文学作品中 指的是宝剑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干 啊 本来以为在军中 能大有作为 可是这个昭义军呢 曾经参加过安室叛乱 后来投降得到赦免 但是这是没法洗清除的污点 就代表着你无法得到重用 那就说天大能力 你公司选错了 没有发挥的空间 最终还是回老家 啊 几次三番的失败 身边人对他态度就转变了 风言风语 冷嘲热讽 在这种环境下 李赫 郁郁而终 年仅27岁 李赫的一生 短暂又辉煌 之所以落得一个 诗鬼的名号 说到底 借着鬼怪神话 脱骨欲心 抒发内心的苦楚 感叹自己 生不逢时啊 咱今天角度来说 李赫也是 太过痴迷于学术了 而且从小没受过什么打击 他挺顺 有点挫折 受不了了 虽然后视评价高 甚至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 但还是充满了遗憾 各位啊 可别学他 咱们有一颗平常心啊 你哪怕单个滚刀肉 也没什么不好的 得嘞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聊